字幕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记者君成 我是记者魏林 今天我们来到了战略大学的社办 那我想问魏林你知道吗 以后未来的产业发展处是什么 哼 这么简单的问题要问我 但是机器人呢 为什么不是机器人 因为你看现在整口老化 然后又少子化 以后整个越来越缺乏 我们要靠的当然就是机器人 来帮我们做些事情啊 魏林说的是耶 那我们今天就来访问一下 机器人社的社长吧 好 那我们进去吧 哈啰 哈啰 你是社长吗 哇 好酷喔 诶 社长 这是什么 它会动吗 这机器人会动啊 它当然会动啊 我动给你看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太强了 哇 社长 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 怎么往前动怎么操控的 你看手这样一推就往前动了 它这个是什么机器人的啊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特别喔 当然可以啊 首先呢 这个是最新的 EV3机器人 然后前面是它的超声波感测器 然后这是它的光感测器 然后这两个是它的马达 还有它的轮胎 虽然我听不懂 不过听起来好厉害 好酷喔 你们想知道更详细的吗 想知道啊 刚想 那就加入机器人研究社吧 哦 好哦 那 啊 对 我们今天来访问机器人社社长 就是想要访问一些吉他的问题 就是 呃 当初您为什么想要加入机器人社长 因为我本身是电机器的 然后我想要更加知道 机器人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它的电路板啊 它的那个马达控制的元件之类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社长我想问一下 就是传说中大学有三大学分 一个是社团 一个是爱情 一个是客业 那你是如何在这其中坚固的 那想先问一下 爱情你是怎么坚固的啊 爱情 有我这个 哦 好哦 那我想换你换你好了 那我们先我想问一下社团跟客业 你这两者之间是如何坚固的 社团和客业要怎么坚固呢 首先你要先学会怎么时间的管理 因为时间的管理真的很重要 你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最大的时间利用 哦 是这样啊 今天来这边访问 那边访问队啊 我们有写到一些东西 诶 社长你刚刚说 这个科技嘛 它是靠科技 它是往前动的 那你刚刚 这让它往前动 就像魔法一样 你怎么让它动 你怎么让它操作它的啊 对啊 你刚刚这样 以前 以后 它就动了 到底是为什么啊 可以告诉我吗 哦 当然可以啊 następ 那我们再试范一次 嘿嘿嘿 想知道为什么吗 欢迎加入集合研究社 好好拍 好好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